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个震撼全球的重大新闻 德国和菲律宾正式承诺在年底前达成防务协议 随着南海局势日益升温 两国计划在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方面展开密切合作 这一合作正值中国在该地区展示军事力量之际 尽管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强调 这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双方在马尼拉的会谈中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通过武力 或胁迫推进扩张性主张的行为 并承诺根据联合国宪章推动外交努力以实现和平 此外,菲律宾已承诺在未来十年内投入350亿美元来现代化其军队 以应对于北京的紧张局势 这一防务协议可能最早在10月签署 将成为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详细探讨德国与菲律宾即将签署的防务协议 这一协议将可能对南海局势和国际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这条新闻来自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对撤Y里 报道了德国和菲律宾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签署的一项防务协议 两国防务合作的深化正值南海局势紧张 中国与多个亚洲邻国在这一关键的贸易通道上存在争端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斯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 特奥多罗在马尼拉举行会谈后 承诺在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方面加强合作 在马尼拉的会谈中 皮斯托里乌斯和特奥多罗强调 这一合作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显然南海争端是背景之一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合作的目标是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确保航行自由和保护贸易路线 菲律宾则计划在未来十年内 投入350亿美元进行军队现代化 以应对与中国的紧张局势 并已与美国、日本、印度和瑞典 签署了类似的防务合作协议 特奥多罗表示 菲律宾将寻求将德国作为军事训练 和武器采购的潜在合作伙伴 南海局势复杂且充满争议 中国声称对几乎整个南海拥有主权 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多个国家 则对中国的主张提出严重质疑 2016年 海牙长社仲裁法院认定中国的主张 没有法律依据 但中国拒绝接受这一裁决 此次德国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协议 将涵盖指挥和控制 反进入空中拒制 海上和空中领域的合作 以及高技术设备的采购 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协议可能最早在10月签署 双方还强调 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 通过武力或胁迫 推进扩张性主张的行为 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南海局势日益紧张的背景下 南海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 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海上贸易通过这里 占全球海上贸易的60% 因此任何对南海局势的变化 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在菲律宾的军事现代化中 可以发挥关键作用 过去几年 菲律宾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冲突不断加剧 最近的一次冲突中 菲律宾指责中国军队故意撞击其海军船只 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严重受伤 除了德国和菲律宾的最新动态 我们还看到 德国周五加入了美国领导的驻韩联合国司令部 成为该组织的第18个成员国 该司令部承诺在战争爆发时保卫南韩 这一举动进一步显示出 德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增加的军事存在和影响力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的此次访问 是首次德国国防部长访问菲律宾 两国正在庆祝建交70周年 德国与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合作历史悠久 早在1974年就已通过一项行政协议开始 包括对菲律宾士兵的在德训练 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需要从多个角度来分析这一对新发展 首先 这次合作对南海局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日益频繁 菲律宾寻求与其他国家合作 以加强防御能力的举措 是在国际法和多边合作框架内 保护其主权和利益的战略选择 德国作为一个在全球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国家 其参与将进一步提升菲律宾 在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 其次 这次合作的经济背景也不容忽视 南海作为全球贸易的重要通道 其稳定对全球经济至关重要 任何破坏南海安全的行为 都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德国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 也可以看作是对全球贸易稳定的一种保障 最后 这次合作的国际政治意图也是值得关注的 德国强调其合作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但显然其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存在可能被视为对中国的一种制衡 这也反映出德国在全球事务中的积极参与 以及其在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坚定立场 综合来看 这次德国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不仅是一种双边关系的加强 更是对国际法与多边合作的支持 这一合作将在南海这一敏感区域内产生重要影响 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最新动态 为您带来更多深入分析和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您的主持人 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随着南海局势升温 德国和菲律宾正在加速推进一项防务协议 旨在加强两国在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方面的合作 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 皮斯托里乌斯和菲律宾国防部长吉尔伯托 特奥多罗与马尼拉会谈 并承诺在年底前达成协议 这一伙伴关系旨在应对中国在南海争议地区的军事展示 尽管双方表示合作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皮斯托里乌斯强调合作的核心是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框架内 维护航行自由和贸易路线的安全 菲律宾方面则希望将德国视为其军事现代化的潜在合作伙伴 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投入350亿美元来增强其外部防御能力 马尼拉已与美国、日本、印度和瑞典等国者签署类似的防务合作协议 德国在此次合作中担任重要角色 不仅因为其在军事现代化中能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持 还因为德国是菲律宾最古老的国防合作伙伴之一 早在1974年 双方就通过行政协议展开军事合作 其中包括在德国对菲律宾士兵的训练 此外,两国防长在联合声明中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 试图通过武力或胁迫推进扩张性主张的行为 并重申地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这一点尤为关键 因为南海每年有超过3万亿美元的船运货物和商品通过 占全球海上贸易的60% 在安全威胁日益增长的背景下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明确指出 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是紧张局势和冲突的唯一原因 南海的领土冲突涉及多国 包括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 但最具争议的是 中国声称对南海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这一主张已在2016年被海牙长社仲裁法院驳回 但中国拒绝接受仲裁结果 在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背景下 菲律宾和德国的防务合作被视为一个战略性举措 不仅是为了应对直接的军事威胁 还是为了在更广泛的国际框架内 推动地区稳定和和平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 他们希望通过保持所有沟通渠道畅通 包括与中国的沟通 来为缓和局势做出贡献 这次防务协议的推进 也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外交事件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 成为首位访问菲律宾的德国国防部长 此次访问适逢两国建交70周年 德国于周五也加入了 由美国领导的驻韩联合国司令部 成为该组织的第18个成员国 进一步展示了 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和战略参与 总体而言 德国和菲律宾之间的防务合作协议 将在多方面强化两国的军事联系 并为应对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安全威胁奠定基础 这一协议的签署预计将是两国在军事和外交领域合作的一个心理成碑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德国与菲律宾即将达成的防务协议 这可是一次划时代的合作 标志着两国在军事训练和武器采购上的全新篇章 我们可以看到 这项合作并不是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而是为了维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确保航行自由和保护贸易路线 这么说吧 菲律宾真的是找对了靠山 德国可是个军事技术高超的国家 这次合作肯定能让菲律宾在南海局势中更加自信和强大 哎呀 楚天书你这么一说 我都快笑出眼泪了 德国和菲律宾的合作就像是两只小鸡联手对抗老虎 德国真以为自己还是二战时那个称霸欧洲的德意志帝国吗 如今的德国主要是靠卖汽车和啤酒过日子 再说了 菲律宾找德国合作 难道忘了自己之前跟美国 日本甚至是印度都签了防务协议吗 这么多大国都媒能让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占的便宜 德国能有什么用 谢奇奇 你这话太刻薄了 德国虽然不是二战时的军事巨头 但它在军事技术和装备方面依然是世界顶尖的 你知道德国坦克和武器的名声吧 如果你还记得冷战时期美苏决力时 德国可是北约的中流砥柱 再者 德国在欧洲的军事影响力不可小觑 它的技术输出能给菲律宾带来实质性的军事现代化 至于你提到的美国和日本 德国的加入恰恰是为了在多边合作中增强菲律宾的防御能力 这叫做多边防务互补 哦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个历史笑话 你知道德国二战时期的比斯马克战舰吧 那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战舰之一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被英国皇家海军送进了海底 德国的军事技术再怎么顶尖也是过去的光环了 现实是 现在的德国更多是凭借经济影响力 而不是军事实力 菲律宾啊 真的是有病乱投医 不如好好发展经济 靠经济实力来保护自己 指望德国的话 终究是个笑话 谢七七 你这魔说真是太小看德国了 德国在现代军事技术上的投入可是相当可观的 比如说 德国的潜艇技术依然是世界顶尖的 连以色列都采购了德国的潜艇 再看看德国的鲍尔坦克 多少国家都在排队买呢 这些高科技装备对于菲律宾这样需要提升军事现代化的国家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而且 这次合作也有助于加强菲律宾在国际上的地位 毕竟多一个德国这样的强国朋友 总是百利而无一害 楚天书 你这么一说 我都快分不清你是在讲德国的军事合作还是在推销军火了 不过 我还是地提醒你 德国的军事技术固然不错 但这能否转化成实质性的军事优势那可未必 毕竟 军事技术和实战能力是两码事 你再看看南海局势 这可不是简单的技术对抗 而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菲律宾要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位依赖外援 只会更深陷泥潭 与其花大钱买武器 不如趁早学会自己站起来 这才是长久之计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